人群的生活形态正在改变 但是其实俗话说 人生这个其实才开始 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 英国有一位高龄105岁的人瑞 最近搭云霄飞车来庆生 成为全这个金氏世界纪录 最老的云霄飞车乘客 而在日本东京有一家夜店 由一位女DJ总是能带动现场的气氛 她今年已经高龄82岁 不但是日本年纪最长的DJ 也是全亚洲最老但是也最潮的DJ 眼前这位阿公已经高龄105岁了 即将展开冒险之旅 不但不紧张还展现风趣幽默 上次搭云霄飞车已经是80年前的事了 享受着眼前的一切 阿公表情丰富 好心情全写在脸上 阿公现在保有两项金氏世界纪录 不但是最老的云霄飞车乘客 去年还在手臂上刺青 成为全球最年长的刺青潮男 新宿夜店里男女尽情狂欢 猜得出这位刷唱盘的DJ今年几岁吗 他今年高龄82岁了 白天还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饺子店的老板娘 70多岁才有转盘的初体验 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学校学习如何当DJ 现在跟孙子辈的年轻人在一起 完全没有代沟 刘雍伟编译 再来看到克罗亚